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12點20分 我們的飛機是下午的1點 1點40吧好像 可是我剛才坐車來的時候啊 發現旁邊有個停車場 停車場啊停了很多遠東航空地勤的車子 然後那個地方感覺就是一個開放停車場 然後我想要去看一下 因為大家也知道遠東航空其實已經沒有營運了啦 那如果他車子會停在外面 我猜想因為車子放在機場裡面啊已經更貴 需要一些費用 我印象中我從台北起飛的時候 其實我還有看到MD90 三台四台有點忘記了 反正ATR都不在了啦 ATR遠東應該都是用租賃的 所以租賃公司應該都是把它 就是都要回去了 可是 MD系列我猜想應該算算是都是 遠東的資產啊 所以現在應該都在清算當中 然後其實澎湖機場啊蠻漂亮的 感覺那邊是太陽能板 有一些太陽能板 哇 我這次住的酒店就是這裡 澎湖酒店的 欸這兩台都是澎湖酒店的欸 哇這台超級長 很長 然後現在蔡林他們在 就是他們在那邊等 然後想利用時間走走過來 不曉得可不可以走過去啊 反正就看一下 因為剛才坐車來的時候 就發現了吧 就覺得很有趣 通通遠東航空的車子都擠在一起 到了到最旁邊了 這機場其實也是蠻舒服的 看一下囉 這邊有個停車場啦 是沒有管制的 就是讓你 可以這樣走 哇很熱非常的熱 哇好好奇喔 其實我不太懂地勤有什麼車子 可是就是看到 有沒有看到那邊 很多車子 我還以為這邊會有一個 直接可以過的 那沒關係 我就從這邊 這邊也是雜草 哇好熱喔 非常熱 那邊有計程車 在排班 哇 管制區是這個裡面啊 那其實你看到 這邊其實好多遠東的車子 都 聚集在一起 這邊應該是一個停車場 最早可能是規劃停車場 啊其實 澎湖機場不太需要 這麼 就是可能不需要這麼多的停車場 哇這邊可以看到 剛一台ATR 利隆的ATR 七二下來 盡量 澎湖機場啊 其實是比較尷尬 有軍事的機場啦 所以盡量真的不要往那邊找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照這個方向 好 哇這個車子 停在 這個是什麼車啊 喔這個應該是行李的 感覺是一台行李的 就是輸送行李到飛機上 我盡量不要照飛機 不然好像往後照 然後這邊 這應該也都是行李車 兩台行李車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 也是讓乘客下來的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懂 可是就是看他的樣子猜想啦 這台看起來是不是 這邊 的 這是家材有的 是不是這個可以把它翻下來 可以脫比輪的車子 還是什麼 其實沒有很懂 大家逛一下 就當來探險一下 嗚 哇 這邊也都是 還有一些他們的背心啊 什麼的 這邊有血啊 都放在車上 好好奇喔 這到底是什麼車 這看起來就比較新一點 我稍微走上去一下 哇 有沒有看到這區 這區啊 應該都是他們的貨車 好 都是放行李的 然後我走在這空橋的上面 好 再從這邊走下去 好特別喔 喔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 看這麼多車 可是 我都不懂 這台不知道是什麼 有好多喔 這真的要慢慢研究才會知道 這台有種老爺車的感覺 好可愛 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 哇 給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這台感覺很新耶 看一下 以往覺得這個距離 就是 這個他上面有寫著啦 這是 頭塔的 一 應該是一影車吧 這邊有寫 他這個後面應該還有一個 加一個東西在後面 然後可以拖 拖東西 很多很多車 哇真的 真的都不懂是什麼車 只是很想來看一下 這真的要專業的地勤來看 他有辦法知道 這有什麼車 這邊還有一個操作的面板 哇這個面板 這是電源開關 這個是啟動 然後這邊還有F1 F2 F3 啟動前檢查 Model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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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是 其實 可以感覺真的是航空業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 門檻又很高 這個是灌灌那個冷氣的車子 很多飛機停下來 其實裡面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這個還有小飛機跟大飛機的按鈕 哇 然後我猜這些車啊 停在這個外面啊 應該 最主要真的就是停在裡面太貴又佔空間 這也是灌空器啦 看起來 這邊可能就 好幾千萬了 我在想 這個我也不懂 好 我走到最旁邊了 這應該看起來也是 這也是大飛機跟小飛機 我猜這個都是灌 這是灌冷氣的 冷氣車 冷氣車好 好多台 這個看起來也也蠻像的 好啦整個就是停在 停在這一區 好我要走回去了 我沒有亂闖喔 這邊就是一個停車場 開放的停車場 馬路就在這裡 然後禁區在這個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一區 遠東的車 都在這邊 其實我蠻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紅色啦 其實我很喜歡 遠東的配色 遠東的配色啊 其實就是很簡單 紅色白色線條 那 以前蠻多人會認知上 以為遠東航空是 是徐旭東的 其實不是 我以前很早 以前沒有 在看那麼多資料的時候 也一直這樣子 後來發現 原來真的 差遠了 那其實我自己心想 為什麼 徐旭東不會把他接下來 可是其實是 哥安路柯山啦 我相信他覺得 有這個本錢 把他接下來 只是都沒有 沒有這麼容易啦 聽說徐旭東 是一個很精算的人 就是 每次 有開會 或什麼的時候 都會針對 就是沒有賺錢的地方 檢討得很深 所以我在猜想 也有可能是 這樣的原因啦 這個 航空業對他來講 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 要不然其實 以我們一般的想法 就會覺得 都是一樣的名稱嘛 而且 做事業都會一種野心啊 我想要嘗試 不同的行業 可是徐旭東 並沒有 好啦我回到機場了 謝謝你們 跟我去逛了一下 探險了一下 雖然我都不懂 他什麼車 應該可以買一本書 我上網再找一下 那去了解一下 他的車是什麼用的 掰掰